Hello大家好,这里是拔丝地瓜 带货直播作为现在的顶流行业之一 为无数网红实现了一夜暴富的梦想 按理来说,这些赚得盆满钵满的主播们 在有了钱后应该生活得体面且光鲜亮丽 然而就在前两天 两位粉丝过亿的超级大网红却在互联网上护彻头发 现场堪比泼斧骂街,各种黑料层出不穷 而更离谱的是,这样激烈互撕的导火索 竟只是一只大闸蟹 在大众眼里,商战应该是金融巨厄门的斗智斗勇 在华尔街里运筹帷幄 但实际上的商战有时候就是那么朴实无华 一言不合,直接开骂 全然没有上位者的淡然姿态 这场商战的两位主角分别是两个平台的头部带货网红 辛巴和小杨哥 二人都有过亿的粉丝 而且带货能力也可以说是业界Top 短短一场直播就能产生21亿人民币的销售额 双方旗下的公司年销售额加起来 更是超过了140亿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 某些非洲小国全国一年的GDP 差不多也就这个说 虽说他们隶属于不同的平台 互相之间也确实存在竞争关系 可是市场这么大 他们分别作为两个平台的顶流 理应井水不犯河水 各自安稳赚钱才对 然而这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却莫名其妙地对上了眼 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互私 事件的起因是一盒罪恶的大闸蟹 在前段时间 星巴和小杨哥分别在各自的直播间里 卖起了同一品牌的大闸蟹礼盒 只是虽然产品是一样的 但是两方直播间里的标价 却存在着一些差异 一开始是小杨哥一方在销售大闸蟹 但没过几天 星巴就以更诱人的价格 开卖这款一模一样的大闸蟹 由于价格实惠 星巴的直播货价很快就被清空了 而就在星巴联系品牌方补货的空档 他所销售产品突然遭到了大量举报 不能再次上架捕获链接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头牌主播 星巴很快就猜到了这件事情的背后不简单 一气之下 他直接暂停了直播间里的带货 转而开始对着直播间里的上万名观众大吐哭睡 内涵其他主播背后动手脚的行为 星巴解释 因为他的带货能力强 所以品牌方愿意给他最低的价格 这里巴斯君要帮大家解释一下 不同于传统销售的统一标价 直播销售中的同一品牌 在不同的直播间里都有着不同的价格的 对于一些数据一般的普通直播间 品牌方往往会给出一个一般的市场销售价 但是对于一些明星主播 品牌方就更愿意给到一个超出以往的超级低价 借此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 那么可想而知 价格最低的那个直播间 就会获得比其他同行更高的销售额 也自然会获得更高的利润 所以全网最便宜这个标签 是每个主播都想打出去的招牌 同时也是他们最不希望别家拿下的资源 星巴觉得 他靠着多年的口碑拿到了最低价 但现在却被同行们眼馋 而背后插刀失去了优势 星巴越说越激动 最后直接点名 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小羊哥团队 他表示 小羊哥眼红其销量和粉丝量 故意派人集体举报他的链接 导致货员供给出现了问题 虽然星巴义愤填膺 但网友发现 这款大闸蟹在小羊哥直播间里的优惠力度 似乎更大些 如果小羊哥才是真正的全网最低价 那他又有什么理由去举报星巴呢 于是小羊哥的粉丝 也纷纷涌入了星巴的直播间 谴责他 不要因为热度而故意抹黑他人 看着满屏幕的反对弹幕 星巴沉默了一会儿 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 转而向小羊哥旗下的三只羊公司开炮 面对星巴的言论 小羊哥只侧面回应有人在蹭热度 并不打算直接和星巴争吵 虽然小羊哥的态度云淡风轻 但他身边的人却坐不住了 就在星巴直播抨击小羊哥的第二天凌晨 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沁就拍了个视频 澄清公司产品没问题 或许是想给星巴一个下马威 警告他不要胡乱说话 他们在指责星巴为了流量没有底线的同时 还对星巴做出了一番颇有社会人质态的威胁 如果星巴只是个没啥流量的小主播 可能真的会被这番话吓到 但他可是在网络世界里混迹多年的顶流网红 怎么可能因为三言两语就收手 看完卢文沁的下战书后 星巴更是直接化身狂暴乌鸦哥 既然你不让我在桌上吃饭 那我就把整张桌子都掀了 第二天 星巴专门开了一场个人直播 不为卖货 不为PK 只为爆小羊哥黑料 细数他这么多年犯下的种种罪孽 他首先公开炮红三质阳公司 称小羊哥的公司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已成习惯 小羊哥平时口口声声称粉丝为家人 但背地里却卖给家人淋巴肉 假毛胎 三无吹风机 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还愧对粉丝的信任 而小羊哥他们在出问题被消费者抓包后 竟然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和补偿 就连最简单的退货退款都无法报账 就是这么一个天天都受假货的主播 竟然还有脸称自己拥有全平台最有保障的直播间 坚持让人笑掉大压 星巴越说越生气 后面更是翻起了旧账 大骂小羊哥忘恩负义 据星巴所描述 当时在小羊哥困难的时候 是他帮助小羊哥做起了直播 允许其学习照搬自己的直播带货 经营MCN公司的经验 如今笑羊哥发达起来成为抖音一哥 不好好感谢他这个恩师就算了 还反过来抢他的生意 举报他的产品 在抨击完小羊哥后 星巴也没放过那个发视频回对的卢文庆 直接爆出他最近因为刷单被判缓刑的内幕 整场直播猛料不断 头条新闻和微博热搜 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要更新一篇 新的关于小羊哥和星巴大战的新闻 这已经不是请大家吃瓜了 而是直接把瓜切好 往吃瓜群众们的脸上砸呀 整场直播直接跨越了好几个小时 比泰勒斯维福特的视群演唱会都长 星巴手上的黑料好像用不完事地往外丢 吃瓜群众们连狐真的吃不下了 而在临近下坡前 星巴又丢出一个重磅炸弹 而这个惊天大瓜 就是本次争端的最大节奏点 也是小羊哥一方的最大黑点 那就是小羊哥联合卢文庆 亲手把一个对他有恩的小姑娘送进了监狱 这下吃瓜群众们可就不淡定了 你小羊哥骗骗家人们也就算了 怎么还把人给送进监狱里了 虽然星巴没有直接点名这个女孩的名字 但一直关注这件事的网友们 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就在五年前 小羊哥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络新人 当时是一位已经坐拥几百万粉丝的 女网红默默帮了他一把 每天带着他一起直播 给身为新人的小羊哥带来了第一波人气 之后风水轮流转 小羊哥一跃成为了头部网红 而默默却逐渐没落 只能在三只羊公司里当普通的带货女主播 即使身份差距越来越大 但他们也没有因为这层隔阂而疏远 反而越来越亲近了 默默经常出现在小羊哥的直播间里 和他嬉笑打闹 全然不顾他人的眼光 比起老板和下属 两人更像是恩爱的小情侣 关于小羊哥和默默的关系 不止外界议论纷纷 甚至连三只羊旗下的其他主播 也带着几分调笑意味 如果小羊哥是单身 那这些撒狗粮的场景 确实甜到让人牙疼 然而他早有家事 还有两个孩子 那这些对话就变得有些耐人寻味了 相信拔斯君不解释 聪明的你也能感到不对劲 辛巴的爆料似乎揭开了事件的谜底 小羊哥出轨了默默 与此同时 他的正牌妻子也很快就发现了这件事 愤怒的妻子容忍不了小三在公司工作 想把默默逐出三只羊 但默默不愿意就这么离开 他录下了所有证据 向小羊哥提出了补偿要求 希望小羊哥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再支援他最后一次 也算是报答之前的提携之情 可默默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昔日的情人早已变了心 竟然和卢文庆一起设局 以敲诈勒索罪将他送进了监狱 就在去年年底 默默的抖音账号仿佛一夜之间沉寂 整整九个月没有发布任何作品 默默的闺蜜也找不到默默的踪迹 无论怎么打电话 发消息都无人回复 辛巴的爆料一出 全网都沸腾了 没想到小羊哥不仅满嘴跑火车 人品还如此低劣 连一个小女生都不放过 小羊哥的粉丝也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希望他出面好好解释这件事 然而 原本天天在网路上活跃的小羊哥 却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沉默了 似乎又把此事冷处理掉的意味 但辛巴显然不想放过此次机会 扬言要拿出一个亿 来赔偿在小羊哥这里上过当的消费者 这个举动可以说是让小羊哥 彻底失去了翻身的机会 面对辛巴的不断进攻 小羊哥毫无反手之力 只能在直播间里痛哭流涕 卖惨博取同情 小羊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反驳 也没办法找到辛巴的黑料 在这次主播大战中惨白退场 但有趣的是 这次争吵中看似正义的辛巴 其实也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在此之前 他的直播间曾多次被爆出 例如假冒烟窝这样的产品造假和质量问题 甚至一度闹到被封杀的地步 所以你以为辛巴是因为家人们被骗 而愤怒的仗义出手 硬杠三只羊和小羊哥吗 恐怕他只是为了家人们的钱 没进他自己的包里而生气罢了 如今辛巴的账号二路被封禁 小羊哥直播间里的人妾 也是一落千丈 看上去两败俱伤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黑红也是红啊 谁又能说得准 这一系列闹剧 是不是双方一起玩的流量游戏 等风声过了之后 无论是解封 还是换个账号贿途转身 两个人依旧能在直播带货界混下去 搞不好这处闹剧过后 名气还更大了 受苦的只有那群 被骗光了手里钱的家人们啊 一想到又要赚到家人的钱了 差点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很难想象 这是身价几十亿上百亿的人 能干出来的事 说出来的话 好了 本期的拔丝地瓜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按赞订阅 下期也会给你带来 更多精彩内容哦 谢谢大家